OK 今天的视频和大家来开箱一台相机 我之前出掉EM12之后 很久都没有买新的M43相机 我也考虑过松下 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入了一台2084 所以今天给他做一个开箱的视频 看到盒子应该知道是哪台机器对吧 EX 这机器我还是蛮喜欢的 最后还是想了很久后入了这个机器 来看一下这个盒子里边 只剩下这种泡棉的包装 我不知道原来出厂是什么样子 哇塞方块机看一下 表面还是蛮新的整体上来看 一点点灰尘 但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磨损和磕碰 还真的蛮不错的 一点点划痕没有很明显 这个机器上手之后的感觉没有特别的大 但是我真的一开始就特别喜欢这台机器 终于有一台这种正经的速度机器了 其实E3会比这个机器稍微先进一点 但是我最后想了想还是入了这个机器 剩下的配件 充电线数据线充电器 包括一些小卡子这些都不重要 这些不看了 盒子里应该是说明书什么 都不管先放一边 OK我们来看机身 先开机 这一个开机了电池舱在这里 电池舱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卡槽里面是哪种 两张都是SD的吗 两张都是SD的卡槽 OK这边是电池舱 双电池 就是EME的那种电池 但是有两块 OK 这个下面是菜单的锁定 这个模式的拨盘会和 E2有一点点不同 好像和E3是一样的 旁边的话就是一些 常规的接口没什么特别的 看一下CMOS 有一粒小灰尘 其实很多小伙伴可能对于2084 可能有个误解 就是M433阵营里面 他有个小伙伴叫松下 他的视频对焦不是特别的好 很多小伙伴之前在问2084的时候 也会问2084的是不是对焦不太好 但是2084的对焦性能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 应该是和现在第一梯队的机器没有太大差距 甚至是说可能在第一梯队里面都算是比较好的 我这个里面一开机会有一个GPS信号在闪 它机内是内置GPS 所以说我如果出去拍照的话 我在世界各地拍下照片 每张照片里都会记录下来 我在哪里拍摄的照片 我现在用的就是2084最狗的狗头 而且是最老以前的版本 哪怕是只有3.5的光圈 我觉得它对焦速度还是非常的快 让我来上手熟悉一下 那么选择EMEX这个机器有几个主要的原因 首先是它现在二手的价格真的不贵 比起E3呢 我觉得还会实惠一点点 同样的前提下 它的性能其实比E3没有太大的差别 基本上说是一样的机器 只是E3的处理器稍微升级了一点 在对焦上面有一点点的优化 但是其实基本上用起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而且这个机器的外形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非常吸引我的眼球 加上这个橙色也比较不错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 手持摇摇的功能 比之前E2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升级 那我现在也可以来测试一下 这个手持摇摇的拍摄 这是我对这个机器非常期待的地方 而我现在把这个镜头拧出来 这个是42毫米F5.6的 这样子一个拍摄的状态 那我现在手持这样来拍摄 ISO已经是开到差不多5000的样子 拍一下对面CEL加上面的这个logo 像只要我手不松的话 它就会一直的记录 然后在里面可能这么多照片里 选择一部分来进行一个重合 非常明显的就是能感受到一点 它多帧合成后它清晰度高没高 你这个放大之后你要去对比 但是噪点显然是要比一般正常情况下的 四五千万在M43上的水平低的多 因为多帧合成之后 它首先噪点就得到了一定的压缩 同时我其实只要这样手持的拍摄 我稍微依靠点东西 我就能很快的拍下来这个东西 当然它会有一点点的裁切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 而且它这个合成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那如果说我们去拍摄一些风景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爽 就我只要在户外去这样架起来 这样我都不用脚架 我就这样一按一下子 我就得到一张高清的大图 如果说我是在白天户外的话 ISO更低一点的画质 会更好 而且这个是可以存储ROG式的照片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爽的一件事情 并且2084机器 其实它的视频功能还是比较不错的 只是说规格没有那么高那么夸张而已 但是它录制起来的对焦 包括画质我觉得都是比较满意的 我们现在来录一段试一下 现在画面是对准这个面前的相机 切到后面这一个娃娃 再切回相机 非常的顺滑 没有任何的迟疑 所以相位对焦 比起反而对焦 就是天生的一个优势 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包括我之前用的像什么 EM12 EM53 EM52 这种机器 它视频对焦就它那个价格而言 在同价位你绝对是找不到那么好的 而且功能我觉得也很齐全 包括是2084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简易的LOG模式 虽然说没有索尼那么强 但是聊胜与无吧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作用的 并且这个机器的快拍和连拍就不用说了 什么预拍式连拍都非常的强 综合起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2084玩家的信仰神机了 而且价格现在真的是非常的便宜 我想想看如果说你看53的价格 再来看它的价格 我就觉得它真香 当然E3也没有很贵 但是我更喜欢这个外观的感觉 稍微就是有点重 倒是真的 那这个机器的话 其实我未来一段时间的M43的一些测评 或者活动都会继续使用这台机器去体验一段时间 可能未来也会出一个它和E3的对比 那我用完一段时间这个再去用用E3 再做一个横向的测评 看它们提升了多少 那么至于OM1和OM5的话 我觉得OM1还是现在的价格贵了一点点 哪怕是二手也没有到非常理想的阶段 毕竟2084的更新换代的用户群体 会节奏没有那么的快 其次一点 OM5海外是发布了 国内好像还没有动静的 这个机器我看到之后 就基本上没有特别的期待了 那我还是看看后面OM1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吧 上手之后的感觉真的是超越我之前的想象 非常的喜欢 就是稍微冲了一点点 我单纯买这个大机身就是觉得好玩而已 真的太喜欢了 不能再说了 OK今天这视频到这里 在我注意还有更多2084的一个合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分享的很多2084机器 并且在我的频道也分享了很多摄影器材 摄影教程以及行业动态资讯 我能拍过这期初记得长按点赞并关注我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